怎麼樣?賀成膠 我買了一個勞表 心情怎樣? 這支表的市價是多少錢啊? 我查一下大概是45到49萬 然後我買大概... 大家好,我是崔平 我是Fation Baby YA!我們今天來到了... 涉谷 欸!新宿!新宿!新宿! 我要來歌舞祭廳上班了 你要上班喔?你可能生意會不好喔 你可能生意會不好喔 聽說牛腦蠻好賺的 真的假的 可是你生意會不好嗎? 不會啊,那我 那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要來幹嘛? 看手錶 看Fation Baby的手錶 因為他這次又想來日本買勞力士了 對 那你這次的目標是什麼? 這次的目標有... 兩支 一支是想要買Air King 然後另外一支就是... 那個...可樂 百事可樂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逛... 看有沒有值得買 對,值得買的店家 這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們今天想要就是買... 勞力士或是一些厲害所表的話 你們可以來日本這幾家店 過完會非常的值得 那記得影片開始想要不要怎麼樣? 訂閱 下去 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每天到三百多日都有新影片啦 那記得開啟全部通知 也開始吧! 好! 今天我們來的第一家呢 是新宿的義風騎士 這邊有非常多的手錶 喔!我看到我想要的精品包 我們可以進去逛逛 好! 貝比現在天人就在 他看到他想買的錶了啦 然後另外一支是可樂 可樂這裡也有欸 天哪怎麼辦 我們知道義風騎士有了 也有我想要的寶寶 等一下再來逛 我們再去逛一下這裡 貝比分享一下 剛才逛完第一家的 義風騎士你的心得是什麼? 蠻多手錶的 然後呢有看到喜歡的嗎? 對!剛好有我 這次的那個 想要的目標之一 真的喔! 十一喔! 那我看到那包包我可以買嗎? 你這幾天已經買包包 你還要買 欸那個不一樣好不好 你的價錢也比較好 是嗎? 對啊 要看他比較好就可以買就對了 可是愛馬斯人能看到好的 對啊! 欸我那個顏色是天菜顏色欸 我覺得好貴喔 六幾萬 現在就差不多 我要買就是全新的要七八十 所以囉! 好吧!那我們再逛下一家 我們第二家呢 來到的店呢 是銀藏 這一家店 它也非常非常大家 外面有好多的 硝懶的人員喔 感覺他們很會介紹欸 看看有沒有我喜歡的包包 跟你想要的手錶喔! GO! 一進來就有非常多的手錶 然後還有 天啊我又看到我的天菜了 還有很多的手錶 還有很多的手錶 有你想要的 喔這真的超貴的 超貴的 我們剛剛送完就是 林上的這一家 然後我個人的親和就是 因為它只有一樓 是可以買東西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二樓呢 是專門讓我們有點像當鋪 就是你拿東西來賣的地方 所以這一家店 我覺得它是很棒很大 但是裡面的東西會讓人家覺得 購物的環境 蠻不舒服的 誰心得欸 因為它這個是什麼 二號店 它其實也有其他號店 還沒有去購 對啊 然後它好像會用一個 話術吧 就是說可以再打折 但是它定價都比人家高 對啊 所以它打完折之後 可能會比人家高一點 更別差 對啊 大家可以再參考看看喔 我們接下來去下一家吧 但這一家呢 也是在新宿的Komell 然後它其實有非常多的分店 然後它後面是那個女裝 然後正後面是男裝 所以它等於整棟樓喔 全部都是賣那個 中古二手品的 但它很像百貨公司這樣子 一整棟的感覺欸 很高級 好那我們去觀看看吧 這裡的話呢 一樓是珠寶跟手錶 然後二樓是珠寶 然後三樓是手錶 然後最後是你可以賣手錶 然後那邊是走樓梯上去 這隻好美喔 Tiffany藍的 我想要這隻欸 這隻好美喔 但是在日本現在這隻都要六十幾萬 我們最後還有看到粉紅色的是四十幾萬 我們最後還有看到粉紅色的是四十幾萬 好好看喔 後來我覺得粉紅色還蠻好看的欸 還是我應該來吃粉紅色 手蠻空的喔 手蠻空的喔 手有點空 怎麼樣賀成膠 我買了一個老表 心情怎樣 老表 老頭 喜歡老女人 然後喜歡老表 你不是老女人 我承認喔 我剛買了一個 我的初生年份的手錶 怎樣是 兩千年的 不要臉 回來 回來 我們今天就要回來台灣正式開箱 我們的新善利品 你到底有沒有買到 有啦 有比家 這次是買一個不一樣的 上次是買一個綠水鬼 而且剛好那時候買完啊 隔年他就宣布停產 然後那一次整個飆漲 你這次去看日本的時候 比之前價錢差了多少 原本買四十幾萬啊 現在已經七八十萬了 啊 你賺了一個 小婆已經報到錢了欸 超多的 其實我這次有兩個目標 一個是鎖定Air King 然後一個就是一直很想買的可樂 為什麼你想要鎖定Air King 你可以先分享一下 Air King他其實 他的價位不貴 價位不貴才六十萬而已 沒有啦 他的原本價位是二十幾萬這樣 然後他新改款我覺得蠻好看的 除了他有那個勞力士基本的那個 就是鋼錶之外 然後他還有有 療力士的那個企業綠色 療力士 療力士的綠色 第一選綠色是不是 然後 然後今年那個費德樂退休啊 他就帶這次說 好吧 還有送應該是當生日女 那也要買得到啊 然後這次其實也有看到那一隻 對 可是我們馬上目光被飄到另外一隻身上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沒有特別去研究那個 老的勞力士 然後發現 老的勞力士好像也是蠻不錯的 除了他的價位不錯之外啊 然後他越帶會越有味道這樣 而且一隻 好的勞力士的手錶 都可以戴五六十年以上 這件事也差不多啦 哈哈哈 差不多 OK 就入手這隻 老的勞力士 所以我覺得這隻表很可愛 而且那時候價位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我覺得這隻匯率非常好 所以我們這次去日本真的大工手 那如果不買之後就不是這個價錢 對 長回來就我們也買不下去 然後要開箱了嗎 開箱開箱 OK 然後這隻是兩千年的 所以現在是 二零二 二零二十年的 剛好符合我出生年紀 好假的 不要臉 兩千年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啊 千禧年啊 對千禧年 對啊 所以這隻表是千禧年的手錶 對千禧年的手錶 然後他的老的勞力士的和學就是比較特別 就是這種 很像山的花紋的感覺 是山啦 你看有沒有出來嗎 山上那個土地 好打開 哇裡面一個金燦燦的錶 而且他全 就是他所有的配件都有 他是一個這個購物的那個 正禮 說明啊 老的勞士的說明 然後有這個 現在還有嗎 這個沒有了 小側這個沒有 然後一個寶卡 還用皮製的東西 放在上面 對皮製的 現在變成晶片 所以現在就是沒有這個東西了 對這一張沒有 然後你上面那個表的那個序號 你打在上面 你在買的時候 你一定要對你的那個手錶 對 那個型號跟你的寶卡型號沒有一樣 然後這個是在香港 當初這個人在香港買的 然後這個型號 它是16710 然後拿出來 盒子 很美的是綠綠的 對 這樣是綠色的盒子 而且它保存得很好 因為有的那種老的 勞力士啊 這個綠盒子 它的皮革都會裂開 它都沒有裂開 它完全沒有裂開 然後打開就這樣 它沒有那個一個拱形這樣子 對 舊的是這樣 舊的就是這樣 舊的就是這樣 跟新的比較不一樣 有特別的味道 什麼味道 欸 木頭的味道耶 真的有木頭的味道 而且這就空筋的 滾筋邊 好好奇喔 就是這一隻可樂 拿著帽子 我掉到地上回家 不會啦 拿好了 好緊張喔 跟大家講一些 買一些勞力士的技巧 這些配件都一定要有 都要記得 這什麼配件 就是吊牌啊 吊牌 這個是那個瑞士的 credity的背件 然後這個是吊牌 然後吊牌 然後吊牌上面 我有你的那個手錶的型號 到時候你也是要去 跟你的那個手錶去對比它 然後 這一隻手錶啊 有人會擔心 害怕就是說 怕它的圈有換過 我幹嘛 對 圈圈 這樣它的價值就會不見 那你在買這一隻的時候 有一個小技巧 要去看 因為這個是那個白飾嘛 因為它同時有出可樂 還有百飾還有其他的圈 所以它不是可樂 它是白飾 那百飾的型號它其實是 16710 然後百飾要是B 所以我剛好這邊有看 16710 B 如果不是B的話 就代表 欸 它雖然是百飾但是 它竟然不是B 就代表這個換過 聽到什麼意思嗎 幫我換一下 哈哈哈哈 這隻叫16710啊 對 那如果它是B的話 就代表它是白飾 我懂我懂我懂 那如果是16710 然後是A 但是你竟然是百飾圈 就不對了嘛 喔OK 可是如果它是百飾 可是它又換了一個百飾呢 那你沒辦法 對 因為它如果百飾 它不小心弄壞了 然後又換了一個是百飾 所以我在買的時候 就會特別問啊 說這隻有沒有整理過或幹嘛 OK 所以就會很在意它是不是原廠出品 對 原廠出品當然它的價格比較好 那整理過你根本不知道它換了什麼東西 那錶的 錶的勞力士有一個很特別 新的勞力士啊 它的型號 就直接會刻在這個底下 錶的底下 就是6點鐘的方向 可是老的呢 它直接在錶的裡面 所以你真的是看不到 你一定要請那個 它把這邊拆掉 對 當初就是請它把那個 錶再全部拆掉 然後再去對它的型號這樣 對對對 因為我們當初其實確定要買的時候 Fation Baby Joe 問他說你們這個錶整理過嗎 問這些剛剛教大家專業的問題 然後它就真的去旁邊 然後就是有專業的人 然後就是把它全部拆開 用那個顯微鏡 然後在那邊看看 然後看完所有的東西 它才賣完 然後就對那個型號 對所有的 都有的細節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 直接上手 你看 這叫擺飾 這支錶的市價是多少錢啊 如果是老的勞力士的市價 我們還去取什麼 就是市場上面的價值 老的勞力士的市場價值 我查一下大概是45到49萬 然後我買大概39萬多 你也賺到耶 這也賺到 也是利率的關係 對不對 因為其實定價好像也沒有多便宜 那我查一下比較大概它的區間 就是如果在疫情前 2019年的時候 它大概35萬左右 那現在疫情之後 也是三年了 三年其實還好 所以這價錢蠻漂亮的 這支錶真的是我們 就是找遍了全部的二手店的錶店 我們從東京一路逛到大阪 就是在哪邊買的 東京 東京買的 東京就入手 東京看了很多 對 看了很多很多 後來我們去大阪也是繼續逛 對 也繼續看 但就是真的沒有比它更好 價錢沒有買貴 嗯 然後比較一些在售市場的價錢 這個價錢真的蠻漂亮 也是蠻甜 所以之後如果過幾年去日本 每一年去就買一支啊 有去就沒有 結果每個月都去日本 不准 就好好賺錢 那你的心情是什麼 心情就是 又完成的一個目標 真的喔 一年又過了 一年又過了 期許明年 所以你明年的願望 就是另外一支錶 對啊 慢慢買 慢慢買 不要一次就全部 你應該人生沒有更多 更貴的錶了吧 沒有想要更貴的錶了吧 覺得先好好收集一個 一個品牌就好 就好好收集勞力師 就好好收集愛馬仕跟相當 有當你有一開始買全新的嘛 那你就大概了解它的狀況之後 就可以去買一些老的老歷事 就才不會被騙或幹嘛 就越來越懂它 對 那基本上你去日本嘛 就找一些有信賴的 比較大的那種精品二手店 他們的品質就是 你買了就會比較放心 還會開他們的店內的卡 對啊 而且它整個 像手錶它整個都幫你處理過 可以拋光的就幫你拋光嘛 就等於是全新的 全新的 看一下 沒有看一下是幾乎都全新的感覺 我看不懂啊 就是像全新的錶 它會幫你整理好 對啊 希望大家 我為什麼要戴看看 我那時候看到另外一隻 勞力師的錶我蠻喜歡的 怎麼樣 我看到一隻粉紅色的錶面 我覺得很可愛 那我還是有下次買粉紅色的那一集 可以 我們看有沒有 我們這次看到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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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關腳 今天去秀 今天去前面秀 我發現我戴也蠻好看的喔 表面我以為會很大 但戴起來很好看耶 40M 對 40M 好可憐 好可憐 感谢观看